欢迎各位收看,我们到新闻到顶来关心点的大小室 保理厅公司和在地的巧克力企业 已经在三十年来带专顶李董基盘李董在庆祝活动 马上了将近七七分的巧克力立物 并要加地名主厨阿红塞、温永可可以及巧克力做新創意料理 头过有方式,将李小朋友在土地困境的实施与关怀 为了庆祝李董在来到,保理厅公司结合在地的巧克力的业者 蒸上巧克力立物专业的小朋友 在地企业上巧克力来庆祝日董节 已经卖入十二年的时间 今年将可可巧克力来入菜 建立小朋友关怀土地,认识在地参业 那今年主题也比较不同 就是我们又把我们新鲜种植的这个可可来入菜 所以在这个食欲的这个规划当中 让小朋友知道任何的果树 其实来做为一个好的食材 只是提醒他们说要珍惜农民的辛苦 这把阿红塞发肥創意 利用牛肉来炖可可巧克力 料理在地味道 提供巧克力可可来入菜 像我这个可可豆炖这个番茄牛尾汤来说就好 把新鲜的可可火开以后把纸取出来 用低温干燥的方式把那个纸 可可的纸把它烤成酥香以后 炭香的时候再放入一桶跟牛尾下去炖煮 头过是就够吃给大家的料理味道 希望相应宽保 推荐健康永生的在地实在 那我跟那个毛董呢 我们推动食欲 就是告诉大家好吃的巧克力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有相关的课程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很感谢毛董 就是分送这个巧克力给我们孩子 让他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同时呢我们行政院 也让每一个班级都有教室 让他们夏天的时候不会热 那总是要有一点时间 所以现在今年就是把电路都签到 那明年初就会把冷气装好 每年的日董节是小朋友上街其他日子 保理顶公所跟在地巧克力汽液 送小朋友巧克力 也够由小朋友食材在地生液 关怀我们的土地环境 继续欢迎昆君插红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